大家好 下面我和大家聊梦与压抑 从社会或政治角度上讲 压抑有压迫的意思 如压迫少数派 压抑还有心理学方面的含义 不过也同它的政治意义相似 是压抑那些不受欢迎的思想欲望的 不被社会接受的欲望 是被无意识心理压抑着的 在不同的深度心理学派理论中 压抑的种类并不相同 对希格蒙德·弗洛伊德来说 压抑的主要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 性欲望和冲动性欲望 比如有人恨自己的父亲 想杀死他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 这种欲望在男性的身上普遍存在 但这种欲望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 我们必须压抑它 对卡尔荣格来说 我们要压抑的欲望有很多 其中包括性欲望和冲动性欲望 很多人相信那些压抑在无意识心理中的欲望 会在梦中重新出现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 梦的目的是满足那些被压抑的本能欲望 比如有人梦见杀死魔怪 就象征着自己憎恨自己的父亲 荣格认为被压抑的意识会在梦中再次出现 这是为了让白天的那种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得到平衡 对弗洛伊德 荣格和其他深度心理学家来说 与解梦有关的心理治疗法的目的 就是发现患者被压抑的欲望 好 这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好 我补充一下 这次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取材于詹姆斯先生和伊佛林女士合作的对梦的阐释 再见